月前天才人气歌手迪玛西空讲西安 出席三宅一生的活动并且现场现唱了一首《拿不走的记忆》 其不亚于歌手舞台上的实力引得在场的粉丝是尖叫连连 看来这位外国小哥如今在中国的人气可见一半 一些时尚休闲衬身的迪玛西刚一出场就受到粉丝的热情欢迎 粉丝们频频惊呼这外来小哥也太帅了吧 因歌手舞台一炮而红的哈萨克斯坦男歌手迪玛西 被粉丝们亲切冠名外来小哥 出生在音乐世家里的他从小就受到家庭的艺术熏陶 极具实力的歌唱水准以及亮眼的外形 让迪玛西在中国收获了不少歌迷 在西安活动的采访中迪玛西却透露自己还有更多的实力 歌手只是你们看到了30%的迪玛西 剩下的70%你们会在我的眼上 活动现场迪玛西还特别为三宅一生 以及西安的粉丝演唱 最新上映的电影《记忆大师》的主题曲《拿不走的记忆》 这也是迪玛西的首支中文单曲 当天迪玛西的演唱让现场粉丝简直嗨爆 粉丝一浪高过一浪的热情 也让迪玛西很兴奋 他也表示中国观众们的喜爱 鼓励了他对歌唱艺术的热爱 只要时间允许 未来有可能会在中国长期发展 这也是众多小哥粉丝们的心愿 我想对迪玛西说 你是我人生第一次现场看的明星 所以我特别的谢谢你 也谢谢你来到中国 来到西安 我觉得他以后在中国 肯定会发展得非常好的 因为他作曲啊 作词啊 他的创作能力跟才华天赋 都特别特别的棒 我们粉丝真的太爱他了 太可爱了